大家好,下一期跟大家分享过 我这些沙漠玫瑰小苗是如何给它播种育苗的 一起把它放在保温箱里养护 但是由于在这段时间它的叶片长出来了 为了能让它正常的生长 就逐渐的给它增加了光照 那么这个沙漠玫瑰的叶片很快就被虫害啃食了 看上这个沙漠玫瑰的小苗叶片 本来长得好好的被虫害啃食了一半叶片 因为这里已经出现被虫害啃食的具象 如果没有及时的给它防止的话 会再次被糟蹋 为了这个沙漠玫瑰健康的着长不被虫害 滋咬的话我们就要给它做好预防 给它预防虫害的话 我们就选用一些比较低毒的沙虫药 比如像这种皮虫磷 它是一种内吸型又是触刹型的 只要在盆土边沿给它撒上几粒就可以了 不要撒的太多避免出现要害的现象 或者有这种沙虫喷射剂的话 也是最适宜不过直接给它喷撒就可以了 这种沙虫剂起到粘沙的作用 一旦染上虫害我们给它喷一喷 很快就把一些虫害撒面 甚至虫卵也能有效的把它撒面 所以我们无论是沙漠玫瑰小苗 或者是培育出其他花卉小苗 我们都要给它防治好虫害 不然辛辛苦苦培育出的沙虫玫瑰 好不容易长得这个样子了 就被虫害啃食就得不偿兮 在高温高湿的季节 无论是种籍小苗 还是成林苗 都要给它做好预防虫害 这样才能让它健康的生长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